罗志祥无法五天演唱会再加场 除了香港再加开一场 这回他还要唱到高雄 除了保志会加料演出 罗志祥更表示将在演唱会上挑战 近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这30秒 这国公妖抖动得好激烈 但正常版本应该只有8秒 网友透过后制将不同场表演的舞步剪辑在一起 让罗志祥成了持久王 而他也决定在演唱会上 真人挑战猛斗30秒 曾经我有在马来西亚的饭店 我是看那个影片 然后跟着音乐一起一起做这样 因为一开始做的表情不是很好看 因为到后面会 会闷咔 舞蹈方面的话 其实在那一块其实是够的 你觉得呢 我一定要拿到那个持久 因为那个持久 其实对男生来讲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尊严 卓阳演画面罗志祥也表示 演唱会特别嘉宾一定有爆点 只是原先怎么问都不肯先透露是谁 最后却是他自己说漏嘴 来看就知道这个嘉宾是爆点 爆爆 爆产 爆产 对 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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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棒 这个团子真的好棒 是想出来的 没有啦 大家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不是啦 演唱会开不停 广告代言也没少 罗志祥的人气依旧居高不下 可惜的是今年进取奖入围名单公布 罗志祥还是与得奖这件事无缘 但他倒是挺懂得自我解潮 我超开心的 来来 以前我出了第八章专辑 以前都没有说我是宜中没有入围 是什么的 都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 那这一届已经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爽翻了 我觉得这比入围还要爽 一定是临时要说没有拆访不到